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爸脑子里检查出有个肿瘤 我惊慌失措地给男友拨去电话 电话一接通 我便带着哭腔喊道 志凯 我爸好像得了脑瘤 我好害怕 你说我爸会不会有事 电话那头的李志凯顿了一下 紧接着急切地问道 治疗的费用不会用你那六十六万赔价吧 我那房子还等着装修呢 我的心猛的一沉 哭声戛然而止 电话里安静下来 李志凯似乎意识到了 他的话有些不妥 轻咳了几声 连忙慌乱地解释 玲玲 你别多想 我是太着急说错话了 叔叔现在怎么样了 用不用我去帮忙 我渐渐冷静下来 正巧我爸做完检查出来 我说了句不用了 我说了句不用了 就挂断了电话 好在 检查结果出来 我爸脑子里是良性肿瘤 但是医生还是建议 尽快住院 安排手术切除 于是 我又马不停蹄地 给我爸办理住院 折腾了一天 确定我爸在医院病床上睡着后 我才坐在走廊里打开手机 李志凯给我打了几通电话 我没接后 他转而在微信上 给我发了好多条道歉语音 玲玲 别生气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太着急才说错了话 你原谅我吧 你要是忙完了 给我回个电话 不管多晚 我都会等你哦 我迟疑了一下 冷静下来想想 也许李志凯真的是无心的 总不能因为一个反应 就否定了我们的感情 于是我给他拨去电话 试探地说 志凯 我爸检查结果出来了 需要做手术 我想把赔价那六十六万 先给我爸做手术 等保险报销 李志凯刚接起电话 还热情地问我 吃没吃饭 累不累 但听到我说 要用赔价给我爸做手术后 突然开始暴怒 他大声吼道 那怎么行 你把钱给你爸做手术用 那我的房子装修怎么办 全屋定制我都谈好了 就等着你拿钱了 你怎么能那么自私 不为我们小家考虑 他理直气壮的态度 让我觉得不可置信 钱是我爸的 难道我爸都不能用了 更何况我爸生病 做手术是急事 你那装修就不能等等吗 难道我爸的生命 都不如你房子的装修重要吗 六十六万是你爸 说好给你的赔价 既然是赔价 那就有我一份 你没有我的同意 就不能擅自挪用 你爸也不行 说完 李志凯没等我反驳 就直接挂了我的电话 我哽着一口气在胸口 半天喘不上气 李志凯提到的六十六万 是前几日 两家相距商议结婚之事时 聊到的彩礼问题 当时李志凯的母亲 说到给彩礼面露难色 我和他爸没啥本身 小凯还有个弟弟 这彩礼呢 确实是拿不出来一点 李志凯他爸 也配合地叹了口气 是我们无能 但是小凯是个好孩子 我很早就告诉我爸 李志凯家境不好 他爸不务正业 是他母亲在农村种地 把他养大 而且他还有一个弟弟 在上高中 我爸对此很是不满意 但是因为我喜欢 再加上我跟李志凯在一起四年多了 他工作上进 上个月刚刚按揭了一套九十平米的新房子 平日里观察对我也算不错 我爸就没有再多说 于是他喝了口茶 缓缓说 我就玲玲这一个孩子 他母亲去世的早 临走前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玲玲 既然孩子们两情相悦 我也不好阻拦 彩礼就算了 酒席我们家也负担了 这些年 我一直给玲玲存着嫁妆 到现在有六十六万 等结婚之时 我就当陪嫁取出来 给志凯和玲玲 全当是给小两口未来生活的启动资金 如此也算对得起玲玲的妈妈了 李志凯他爸妈一听 笑得嘴都合不拢 哎哟 亲家真是大气 要不说算命的说我们家小凯命好呢 而我爸听着 却摇摇头红了眼眶 我们家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 这些年 我爸独自一人把我拉着大 我知道 这六十六万 是他省吃俭用攒了多年的全部积蓄 商量完婚事后 没几天 我便回了趟家 我回去并没有提前告诉我爸 推开门 他正在茶几旁吃晚饭 一个馒头 一小盘咸菜 一碗热水 我顿时血气上涌 大声吼道 你每天就吃这些 这哪里有什么营养 这样下去生病了怎么办 我爸见我气得眼眶泛红 声音发颤 连忙小心翼翼的解释 不是的 我是因为不饿 懒得做饭 家里有菜 你等着我去拿 过了一会儿 我爸端出一盘肉 招呼我坐下一起吃 见我脸色依旧难看 漠不出声地低头吃饭 我爸便转了个话题问道 今天也不是休息日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这才想起来回来的原因 急忙说 李志凯付完首付 没钱装修房子 想先借用彩礼钱 自从李志凯知道 我爸给我准备了66万陪嫁后 每天旁敲侧击地打听 能否拿来装修 她说 快点装完就能早点结婚 为了打消我的顾虑 她还信誓旦旦地保证 玲玲 你要不相信我 我给你打欠条 等我以后挣了钱 一定把你这嫁妆钱 都给你补回来 我没多想 毕竟我跟李志凯 是奔着结婚去的 她努力挣钱买房 也是为了和我结婚 看着她为钱 焦头烂额的模样 我也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下班后 我直接回我爸这里 商量着 能不能先拿些钱急用 我将情况跟我爸说明 他起身回屋里 拿来了卡交给我 66万都在这里了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我美滋滋地收好卡 还不忘拍拍我爸的肩膀 你放心 以后要是李志凯 要不孝顺你 我第一个收拾他 我爸笑着摇了摇头 算了 只要他对你好就行 晚上我便直接在家里住下 想着第二天 直接去公司上班 夜里 听到我爸房间里 传出了声音 我惊慌失措地 推开门查看 只见我爸满脸都是冷汗 很用力地喘息着 我又往床边看 桌子上放着止疼药 我慌得跑到床前 叫呼喊我爸 可他毫无反应 应该是疼得晕厥了过去 我抹去眼泪 颤抖着双手 拨打了120 我不敢想 我爸这是怎么了 我开始后怕 要是今天我没回来 明天我还能不能见到他呢 我不敢往深处地想 只能头脑一片空白地 听从医生的安排 慌张地把我爸送进 紧就是急救 我站在外面等待时 才觉得全身血液开始流动 我这才开始恐惧 胡思乱想的时候 我给李志凯打去电话 然而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我最慌乱 最害怕的时刻 需要安慰和依靠的时候 他自始至终 关心的只有那66万的赔价 甚至在得知我爸爸生病后 他都没有要出现的意思 这样自私冷漠的男人 不要也罢 于是坐在我爸的病床边 我咬着牙 直接给李志凯发了分手 随后毫不留情地将他拦黑 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 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一早 李志凯和他妈就来了 他妈不管不顾地 推开病房门冲了进来 大喊着 亲家呀 听说你得癌症了 真是遭大罪了 说完 一边假惺惺地抹了抹眼角 不存在的眼泪 一边叫喊着 让李志凯进屋 李志凯在门外拎着水果 露个脑袋左右徘徊 迟迟不敢进来 还是我爸冲他摆了摆手 说了声志凯 快进来呀 他才快不走了进来 跟我爸打完招呼 他走到我旁边 想要拉我手 我冷脸甩开他 退后了好几步 李志凯抬手也不是 放手也不是 满脸尴尬地站在那里 我冷冷地质问他 我不是跟你分手了吗 你还来干什么 李志凯慌乱地摆手 没有没有 我不分手 叔叔生病 我怎么能这个时候 同意分手呢 他妈赶紧上前一步 冲我爸解释 亲家呀 志凯这孩子哪都好 就是缺心眼 一听玲玲说 你生病了 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昨天晚上就回家找我 我已经替你们狠狠地骂了他 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 这个时候 志凯怎么能不来呢 他已经请好了假 准备来医院照顾你 你使劲地用 千万别客气 我爸连连摇头说不用 李志凯他妈 转身一巴掌 拍在李志凯的头上 呵斥道 愣着干什么 把买的水果 洗洗给你岳父和玲玲吃 李志凯被打得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 连连点头 哦哦 好 说完就赶紧拿起水果出去洗 我刚准备说不用的时候 电话忽然响起 电话是公司打来的 最近我负责的一个项目 进入收尾 之前的工作 都是我签字决定 我这一请假 工作无法推进 领导没办法 只好给我打电话 想让我尽快回公司 我犹豫了一下 确实也不能拒绝 于是只好答应下来 挂断电话后 我就跟我爸商量 手术还要等几天 要不先请护工照顾你 我爸还没开口 坐在一旁的李志凯他妈 赶紧冲我说 那哪行 这护工都是外人 哪能对你爸上心 志凯家都请好了 你去忙工作吧 我和志凯在医院照顾你爸 保证把你爸养得兢兢神神的 这时李志凯也回来了 他一边给我爸削苹果 一边劝说 是啊玲玲 工作可不能耽误 叔叔这边有我呢 这行吗 我有些犹豫看向我爸 我爸接过李志凯递过的水果 咬了一口 也跟着劝 放心走吧你 我又不是不能动 而且志凯在呢 我们爷俩也趁这个机会 好好培养培养感情 我明白 我爸是不想让我为难 但是现在确实也没有好办法 我只好无奈地妥协 转身感谢李志凯和他妈 那麻烦阿姨和志凯了 我会尽快把工作做完回来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方便的 也可以直接告诉我 李志凯当天晚上就自告奋勇地 留在了医院给我爸陪护 让我回家休息 于是第二天 我就回公司上班了 刚开始我每天下班去看看我爸 我爸和志凯相处的气氛融洽 后来越来越忙 加班到了后半夜 我也不方便再去看我爸 好在 李志凯和他妈每天会给我拍视频 我爸吃了什么饭 做了什么检查 今天状态如何 看到视频中 我爸笑呵呵的样子 我渐渐放下心来 李志凯在我孤立无援时的一点点帮助 让我感到温暖 更是满满的感激 于是当李志凯再打来电话 说婚房需要先付装修的定价 十万块钱 我没多想 毫不犹豫就给他转了过去 谁知转完钱的第二天 我去医院看我爸 就让我听见了他们的谈话 在外面谈完公司业务 回程途中刚好路过医院 我提前下车 想着顺道去看看我爸 刚准备推病房门 就听见李志凯他妈 趾高气昂地教育我爸 刚刚医生来检查 是不是能做手术了 我爸没有回答 李志凯他妈自顾自地继续说 要我说呀 我们这些当长辈的 就应该多为孩子们着想 我要是你 我才不做手术呢 我把手里的钱都给了孩子们 直接找地方了结自己 哪有让孩子花钱的道理 你这病以后也拖累孩子 要不就别看了 我看见我爸的手握成圈 用力到青筋抱起 但是却默不作声地忍耐着 我瞬间明白 视频里的都是假象 不知道我不在的这几天 他们都对我爸做了什么 我顿时全身血液涌上头 怒气冲冲地推开门 指着李志凯他妈就开骂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才五十出头就坐在家里养老 吃喝拉撒都指着李志凯 买房一分都不出 还有脸站在这里说别人 你是什么东西 李志凯他妈吓了一跳 心虚大惊 赶紧解释 我跟你爸聊天姐们呢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这么没大没小 说完更是转身对我爸说 亲家 你看看这玲玲多没教养 我是长辈 怎么能对我这样说话 这进了门我家门 我可是要好好帮你管教的 我吃笑一声 你是谁呀 有什么资格管教我 沙发上的李志凯 看气氛不对 这才收起手里的游戏 站起来呵斥 玲玲 她怎么总是那么敏感 我妈就说 跟叔叔开个玩笑 你这是干什么 她可是你婆婆 快跟我妈道歉 我想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 让我爸不治病去死 是开玩笑 李志凯 你可真敢说 而且 我跟你结婚后 她才是我婆婆 我要是不跟你结婚 她算什么东西 李志凯还想发飙 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 直接抬手指向门口 我正式通知你 老娘不要你了 带着你妈滚出这里 那天 李志凯他们母子 当然不会那么轻易离开 是被我连人带东西 强行轰出去的 他们像垃圾一样 被我扔出去后 我才坐下来 很是不满地批评我爸 平时挺厉害的人 怎么现在让人这样欺负 受了委屈 也不知道跟我说吗 我爸小心翼翼地解释 我这病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你跟李志凯结了婚 那就是一家人了 万一我这出什么事情 他们就是你唯一的亲人了 我这吃点亏忍一忍算什么 我眨了眨眼睛 努力忍着往外涌的泪水 瞎说什么呢 这就是个小手术 把刘子切了就没事了 我就你一个亲人 你想都别想甩开我 这两天我先给你请个护工 我把公司的事情交接好 就来陪着你 你别害怕 我爸看着我精神不好的样子 也不敢再多劝 于是我回公司 快速交接了手里的工作 就在医院寸步不离地照顾我爸 几天后 医生给我爸安排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 在医院又观察了多日 确定各项指标都正常后 我带着我爸出院回家休养 我在这边照顾做手术的我爸 忙得不可开交 而李志凯和他妈那头 也忙得不可开交 到现在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李志凯母子独在算计的 李志凯算计我的陪价 而李志凯他妈更狠 他算计着我爸死后的遗产 想吃我家绝户 从那天被我从医院赶出去开始 他俩母子每天就变着法地 给我打电话发微信 我当然知道为什么 李志凯很着急 他的房子已经开始装修 他还等着用我的赔价钱 给他付尾款呢 我直接拉黑了他们母子 他们联系不上我 又开始骚扰我爸 完全不顾我爸刚做完手术的身体 我爸试探地问我 跟李志凯还有没有可能 我态度强硬地告诉我爸 我跟李志凯不可能了 我这辈子不结婚了 你给我保重身体 我这辈子就守着你过 我爸一听 很是发愁 那我以后先走了 你可咋办呢 我开玩笑地回答 咋办 死在大街上总会有人管的 说完 我又严肃地教育我爸 既然放心不下我 就好好活着 好好保重身体 与其省吃俭用地给我攒钱 然后让外面那些狗白俭 还不如自己吃好喝好 我爸一想到李志凯和他妈的所作所为 也不再劝我 没过几天 我还忙得没顾上跟李志凯母子算账 麻烦就先找到了我 我们这里的地方电视台 有个叫帮帮忙的节目 李志凯他妈在节目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 我今天接受采访 是想让你们帮忙找一个人 她叫陈玲玲 你们看看这是她的照片 说完再打开手机 在镜头前展示我的照片 展示完继续说 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两个人都已经要结婚了 突然就拉黑 不见我儿子了 我们现在到处都找不到她 就连她爸都拉黑了我们 记者疑惑地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矛盾啊 李志凯他妈突然坐在地上哀嚎道 我跟你们说呀 能有什么矛盾 我儿子想祖宗一样供着他 就连前一段他爸住院 都是我和我儿子照顾的 你看看视频 说完又放出他们母子俩 在医院照顾我爸的视频 记者又继续问 你是有什么诉求吗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的儿子被他不明不白地甩了后 得了抑郁症 不吃不喝地躺在家里 都快活不下去了 我儿子可优秀了 从农村考到这里 我们一家为了能让他们顺利结婚 背了一身债 给他买了房子 如今 说不结婚就不结婚 连人都找不见 没办法 我们才让你帮忙找人的 镜头转向李志凯 他打着马赛克 深情对我喊话 玲玲 我去你们公司找过你 看见你上了你们领导的车 但是我不在乎 虽然我现在没有你们领导有钱 但是我会努力的 房子都已经按照你的要求装修好了 只有你回来 我什么都计较 我离不开你啊 说完 嚎啕大哭到快 晕厥过去了 电视里 他妈和李志凯的脸都打着马赛克 却没有给我打马赛克 我的信息瞬间被暴露 城市就这么大 看到节目的亲戚朋友纷纷打来电话 我知道后 看了视频 听着李志凯和他妈歪曲事实 直犯恶心 我爸更是气得头疼 电视台记者很快打听到我家 一大早就敲响了门 我打开门还在猛圈中 就被记者举着话筒质问 陈女士听说你玩弄别人的感情 让人家背了一身债 还勾引自己的已婚领导 是有这件事吗 太过突然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而我爸 听到动静后 从屋里拿起扫把就冲了出来 大骂道 我看谁敢欺负我的女儿 记者们连连躲避逃窜 结果晚上直接就在电视上 放上了这一幕 镜头里 我猛圈的样子被解读为心虚 而我爸维护我 被解读为恼羞成怒 一时间 拜金女 渣女 小三 不知廉耻的贱人 狼狈为奸的妇女 网友们看热闹似的 给我贴上了各种标签 网报打得我措手不及 没办法 我把李志凯从黑名单里 拖了出来 打电话质问他 李志凯 你想干什么 李志凯一脸的春风得意 哪有节目里喝酒买醉的 唯米之气 怎么样 陈玲玲 知道害怕了吧 在这个城市里 你现在已经臭名昭著 只要你乖 乖跟我结婚 我就帮你澄清 对了 要是结婚 赔价的六十六万 一分可不能少啊 这李志凯 一次次刷新着不要脸的底线 我全身像被怒火点燃 大骂道 滚吧你 我就算被网报死 也不会跟你这么恶心的人结婚的 想要我赔嫁 你也配 狗东西 骂完我就挂断电话 关了手机 现阶段 网上骂声不断 电话短信不断涌来 公司早就被人扒了出来 而我的领导都被连累的无法上班 还打电话让我放宽心 必要时他可以出来解释证明 李志凯和他妈先发制人 我只能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想想该如何反击 第二天一早 我先是去电视台找采访我的记者 想要他帮我录节目自证 记者傲慢又不屑地说 哼 现在全网热度那么高 你还能澄清什么 而且 志凯那么好的男人 你都不珍惜 真是瞎了你的眼了 我历声质问 你们做新闻的 不应该秉持着公平公正的态度吗 行 你们不录 我自己来 电视台不澄清 那我自己来 我回到家后 就自己录制了视频 大家好 我是这两天新闻当事人陈玲玲 接下来 我要澄清网络上的不时谣言 首先 李志凯买的房 只有他的名字 是属于他婚前财产 而且为了他的房子 我们恋爱期间 所有的花费都是我出 消费账单 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 第二 李志凯说我勾引领导 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我们公司全体同事 都可以为我作证 第三 我并没有消息 李志凯是可以找到我的 而且跟李志凯分手的 真正原因是 他算计我爸给我的赔价 甚至想要想要掌控我 不给我爸治病做手术 最后 我已经通过法院起诉李志凯 要求他归还这些年 我为他转账的所有花费 共计三十二万八千一百 我是实名录制 消费账单 以及转账明细 以及那天李志凯他妈劝我爸 不要做手术的录音 都一起放在视频的最后 都是真实的 我也不怕网友们申巴 这一下 舆论开始反转 我就说吧 这种事情一般都会反转 有理有据 这才是真实打脸 我天 这是当代凤凰男吧 想吃独生女家的 绝户的嘴脸藏都藏不住 极品呢 连袜子内裤都让女方买 这也太扣了点吧 说是给女方买房 实际上是婚前财产会算计 我要是这女的 我也赶紧跑 这男的爸是我们村的 好吃懒做 还爱赌博 四十来岁就开始养老了 啥活都不干 还好意思说 为了儿子买房碑一身债 很快 李志凯和他爸妈的信息 也被扒了出来 这次换他们一家 不敢出门 李志凯的新房刚刚装修好 就有人开始扔鸡蛋 扔烂菜叶 更有一份填膺的人 去他家门口 用油漆大写极品凤凰男 装修的公司看到视频后 开始追着他要尾款 李志凯苦不堪言 他当初想着上节目闹 是想让我走投无路 跟他结婚 而且 他知道我的赔价是六十六万后 装修时非要选各种名牌 一屋子装修下来 就花了五十万 除了我帮他付了十万订金 他还欠装修公司四十万 没几天 李志凯更是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我录视频时并不是说说 我作为原告 要求他返还三十二万八千一百 这下李志凯知道 我不是开玩笑了 他慌张地给我打来电话 陈玲玲 有必要做这么绝吗 我嘲讽他 怎么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李志凯 咱们法庭上见吧 经过法院庭外调节 我把视频删掉 李志凯承诺 一个月把钱给我转过来 难道删掉视频 大家就不知道 他是极品凤凰男了吗 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但是我为了拿到钱 点头同意 并表示 如果一个月后 没收到转账金额 我会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我这边刚刚结束 那边装修公司 也把他告上了法庭 李志凯过得焦头烂额 唯一的工作 更是连连失误 公司里的同事领导 看到了视频 本来就对他有些看法 这下更是对他不满 公司领导直接找他谈话 严肃地告知他 如果工作中 你再出现问题 就直接走人吧 李志凯垂头丧气地 从领导办公室出来 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您好 先生 你是不是最近有用钱的打算 我们是借贷公司的 李志凯直接拒绝 不用 但是第二借贷公司 第三个借贷公司 纷纷打开后 李志凯有些心动 但是他又有些犹豫 于是我给他添一把火 打电话催债 李志凯 还钱的期限快到了 你什么时候转账 是准备让我申请强制执行吗 男人做成你这样 真是丢人啊 李志凯一听 怒气上头 歇斯底里地怒吼着 你看不起谁呢 你等着 一会儿我就给你 我吃笑一声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于是 当借贷公司再打来时 李志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甚至顾不上 听还款要求 只想着解决燃眉之急 直接签字同意 贷款一百万 到手八十万 每月还款一万 都是利息 钱一到账 李志凯给我转完账 还额外多给了八千 李志凯嘚瑟地说 你看不起谁呢 我有的是钱 让你后悔去吧 我秒收 有钱不收是傻子 就让你得意一段时间吧 难过的日子在后面呢 李志凯不仅还了我的钱 还付清了装修公司的尾款 他终于松了口气 于是 找时间带着他爸妈 搬进了他的新房 一家人和和美美地 准备享受生活 但是很快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李志凯他妈 检查出了肝癌晚期 赶紧送去了医院 我爸最近休养得不错 在家待得很是无聊 于是我和我爸拎着水果 去医院看望李志凯他妈 两个苹果 三根香蕉 完全复制他们 去医院看望我爸的配置 一进屋 我爸夸张地大叫 哎哟 志凯妈妈 怎么这么消瘦啊 看看这皮肤 蜡蜡蜡蜡的 志凯社 不得让你吃吗 李志凯他妈 尴尬地赶紧收拾桌子上的碗筷 我一看 碗里是白开水 泡着馒头 边上还放着开封过的一袋盐 我疑惑地问 怎么就吃这 李志凯呢 都忙得没时间 在医院陪你吗 再忙也要请个护工啊 怎么能把你一个人 放在医院里 真诚孤寡老人了 她妈这次连笑都装不出来了 委屈地想拉着我 我赶紧后退几步躲开 她妈犹豫了一下 满脸胀红地开口 玲玲 你能不能帮忙 劝劝志凯 我这是肝癌晚期了 医生建议换肝 他们都不愿意 可是我要是不换肝 就得死啊 我家那个老东西就算了 吃喝嫖赌 我知道指望不上 但是这志凯 一听我要花钱 也不来医院了 我现在连饭都快吃不起 治疗费也欠了不少 再不交费就要被医院撵出去了 我是真的不想死啊 说着更是直接扑到在床上 嚎啕大哭起来 我冷眼旁观 难怪精神不佳 面黄肌瘦的 没钱吃饭呢 我爸在一旁听着 气愤地拍着大腿 真是太不像话了 李志凯他妈 还以为我爸要帮他 刚有些感动 就听见我爸接着说 志凯妈妈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咱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生死都要看淡一些啊 孩子们可是正年轻 可不能拖累孩子们 要我说 也别花那些钱了 还不如回家吃吃喝喝 生死由命 哪天死了就死了 李志凯他妈听了 哭得更惨了 可是我真的不想死啊 我还不到六十岁呢 看着李志凯他妈 疯狂地想要求生的样子 我眼珠转了转 开口说 这医院要等到合适的肝源 确实太贵了 大多数家庭 确实是负担不起 不过 我听说 亲人之间也可以配型 要是能用 可省了不少钱呢 李志凯他妈一听 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 对 志凯身体好 让志凯给我捐肝 我是他妈 他得救我 我负荷地点了点头 就是 你是他妈 李志凯命都是你给的 用他的肝算什么 我和我爸离开时 还看见他妈满脸 亢奋给李志凯打电话 我讥讽一笑 就让你们狗咬狗吧 李志凯并不是不想管他妈 实在是自顾不暇了 他当初借钱一时爽 而到还钱的时候 才发现有多难 当时一听 一个月还钱一万 他工资可是两万 想着没什么影响 等到还了几个月后 才发现还的都是利息 本金一点没少 再加上他的房贷 现在还有他妈的医院治疗费 窟窿越来越大 催款电话天天打来 他只能东借一笔 西借一笔 曾经对借贷嗤之以鼻 如今挨着借贷公司 求着人家放款 焦头烂额之际 听到他妈说 让他去捐肝 气到咬牙切齿地咆哮 你是不是我亲妈 我还不到三十 给你捐了肝 我以后怎么活 我连重物都搬不了 我还怎么挣钱 他妈不管不顾地继续说 那我可不管 你要是不救我 我还去找电视台曝光你 让大家平平理 都来看看你这不孝子 曾经做得恶 反噬起来 李志凯彻底暴怒 于是上前 把他妈从定床上拖下来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你威胁谁呢 都是因为你 我本来跟陈玲玲过得好好的 都是被你怂恿 算计人家的财产 你还有脸皱人家 现在好了 报应来了吧 还惦记我的肝 我打死你 李志凯已经打红了眼 但是他妈并没注意到 他更是火上浇油怒骂 你这个白眼狼 不给我捐干 我一会就去电视台举报你 让你被人骂 让你领导开除你 李志凯彻底疯狂 反手挤巴掌后 更是直接掐住他妈的脖子 我掐死你 让你去告 他妈刚开始还死命地挣扎 后来脸色隐隐变得轻子 气息越来越微弱 等医院保安上前制服李志凯时 他妈已经像一堆烂泥一样 瘫在地上 李志凯他妈原本就是肝癌晚期 再加上被这么一顿打 住进了ICU插上了呼吸机 李志凯被医院报警 直接抓走 李志凯一走 那更是没有人再为他妈缴费 没几天李志凯他妈就被他爸拔了氧气 人是终于死了 李志凯他爸没钱给他妈操办后事 直接带走他妈的骨灰回农村随便一埋 连个仪式都没有 几个月后 李志凯的案件开庭审理 虽说有他爸和他弟签署的谅解书 但李志凯还是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判处结果后 李志凯哭得生死历劫 只是没有后悔要 他妈也不能再回来 而李志凯坐牢后 他的欠款彻底还不上 法院拍卖了他的房子 他爸为了躲债 更是跑回老家生活 为了李志凯出狱 等待他的不知道会是什么 而我知道这一切后 只觉得心里畅快无比 不知道应不应该庆幸 因为我爸生病这件事 让我发现他们的野心 即使醒悟 抽身离开 没有跟这样的人进入婚姻 从此躲过一劫 装修公司 是我暗示他们去要钱的 而借贷公司 也是我透露 李志凯的信息给他们的 还有 告诉他妈 亲人直接可以捐肝 也是我故意说给他妈听的 最开始 我并没有想着报复他们 只想跟李志凯好聚好散 只是 这对母子贪得无厌 算计过头 做一些无下限的事情 不停地挑战我的底线 自作孽 不可活 一切都是他们旧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意外怀孕后 准老公要将中风三年的婆婆 接过来一起住 你辞了工作 在家安心备产 照顾咱妈多好 至于养家 你不是有三十万的存款 和二十万的嫁妆 也够用了 见我脸色不好 她让我体谅一下 说她妈把他们养大不容易 我点点头 你妈是不容易 但我是结婚 不是扶贫 她愤怒地抛下我 留下一句话 没结婚就有了孩子 除了我 还有谁肯要你 九个月后 她又一次找上了门 既然孩子都生了 那我也原谅你了 抱着孩子 跟我回去吧 我笑着摇了摇手指上的婚戒 什么孩子 我已经结婚了 意外查出怀孕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告诉了成前 虽然前些日子 谈到结婚细节有些分歧 但毕竟 我们已经谈了七年恋爱 发现怀孕 自然是高兴多过惊讶 可是成前的第一反应 却令我瞠目结舌 你怀孕了 那咱们结婚就得抓紧了 等结婚后 就把我妈接过来一起住 到时候你把工作辞了 正好一边被产 一边照顾我妈 我惊讶地看着她 要知道 成前的妈 已经中风三年有余 之前一直和她爸住在村子里 这三年来 成前就连回家都屈指可数 怎么一要结婚 就要把她妈给接过来呢 我心中隐隐不快 我自己都孕土 没法照顾你妈吧 再说 我辞了工作容易 可一家老小花什么 就靠你那五千块钱的工资吗 成前理所当然地说 我们村子里的媳妇 怀了运都照常 干农活的 就让你看着老人 有啥问题 至于家用也不难 你不是存了三十万吗 再加上 你二十万的嫁妆 婚后不够的话 让你爸妈再补贴点 就差不多了 成前看到我一直没说话 知道我不乐意 声音缓和了一些 露露 你也得体谅体谅我妈 我妈这么多年不容易 她一辈子都在农村受苦受累 过来想想儿孙福 不也是应该的吗 是不容易 可就因为这句不容易 就让我这个没过门的 儿媳妇扶贫吗 我勉强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愤怒 强装镇定地问 那如果这样 才离你准备给多少 这也是上次讨论时 我和她之间的分歧 我想让她按照本地常规 准备六万六 可她却偏偏 只想掏万里挑衣 还笑着说我爸妈要这么多 是在卖女儿 后来 见到我生气了 这才说她在开玩笑 我想 如果她在彩礼上大方一些 那么刚刚我就当她是真孝顺 哪知道城前听玩笑了 都一家人了 还计较这些干什么 我不都有一套房子给你住了吗 她有意无意地看向我平坦的肚子 你如今都怀孕了 还计较这些 这未婚先孕的名声 传出去可不好听 我听了简直火冒三丈 好家伙 出钱养家的是我们家 还得照顾你的妈 合着我结婚 是来扶贫来了吗 不 城前打的不仅是 让我扶贫的主意 她根本是用怀孕的这件事 拿捏上我了 眼前的城前还在嬉皮笑脸 我的心里却是一片冰冷 刚刚得知怀孕的喜悦缓缓退下 只浮现出一个念头 眼前的这个男人不能要了 刚准备对回去 城前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挂断电话后 她对我说 露露 你赶紧把书房收拾出来 我姐带着两个孩子来 咱们家过暑假 现在已经在火车站了 城前说完 就要去火车站 我连忙拉住了她 你姐什么时候说要来的 怎么都没通知我一生 城前不耐烦地将我的手拉开 前几天就说来了 我看你忙着去医院检查 就没惊动你 都是一家人了 说不说的有关系吗 我姐还说 等九月份小熊上小学 就把她的户口转到咱们这 到时候 你可得给孩子照顾好了 说完 拿起车钥匙就出了门 我的心简直凉成了冰窖 她姐的两个孩子 我不是不认识 之前她姐转车的时候 就曾经在家里借住过两天 那两天 两个孩子满屋子乱跑 尖叫的左邻右舍都来投诉 家里的东西丢得到处都是 还拿我的彩妆涂墙 走的时候 趁我不注意 还拿走了好几个限量版手办 就因为止住两天 城前好说歹说 让我隐忍 我也三番四次对她强调 不要再让他们过来 可这一次 她却没有通知我 直接让他们过来过暑假 还要让老二转过来读小学 真以为我怀了孕 就是被套牢 非她不嫁了吗 脑海里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我定了定神 打通了给爸妈的电话 喂 妈 我和城前不结婚了 打完电话 我转身回房间收拾东西 不过却不是我的东西 而是城前的 我和她各有一套婚前房 不过 我的是市区全款学区房 她的却买在远郊 光是贷款 就背了大几十万 虽然城前一直说 她有房给我住 但那房子距离工作地点太远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 都住的是我的房子 之前感情好 我并不在乎这些事 可现如今都要分手了 这房子 她也没有继续住的必要了 城前的东西 不少都是我给她买的 她好吃好喝好打扮 恋爱的时候 就喜欢暗示 我给她买贵价的礼物 而她买的最贵的东西 也只是一条一两百的裙子 我还记得情人节的时候 我送了她一枚几万的万表 可她的礼物 却只有一只淘宝上 买的塑料玫瑰花 她打开礼物包装 一脸惊喜地抱住我 露露 真没想到你居然给我买这个 下一次 我一定给你买更好的 可那万表的链接 明明是她发给我的呀 当时的我恋爱脑上头 忽略了她眼中的算计 但现在 再也不会了 我将城前的东西打包 拖拽到了门口 刚要打开门 听到外头乱哄哄一片 城前的姐姐成立说 弟 上次那个苏露拉那么长的脸 这次你咋让她同意的 城前黑黑一笑 这有什么难的 女人只要怀了孕 就逃不出男人的手掌心耳 苏露还想着 结婚前掉高了脉 我就把小雨伞 一个个戳出小孔 你瞧瞧 现在她不就老实了 我静止地拉开了门 成立已经走到门口 愣了一下 城前却毫不在意地对我说 露露 我姐她们来了 赶紧来接一下行李啊 我一把将她的行李包裹丢了出去 城前躲闪不及 被打了个正着 恼怒地说 苏露 你发什么神经啊 我没发神经 城前 咱俩分手 你领着你姐和你的东西 赶紧滚 我要关门 城前却卡着门 不让我关 愤怒地说 苏露 真是给你脸了 这是我的房子 你凭什么让我滚 我气急返校 还没结婚呢 就成你的房子里 算计我怀上了孕 住着我的房子 伺候你的妈 还得管侄子侄女过暑假 城前 你这是自己结婚 让我来扶贫了是吗 城前脸色变了变 城丽上前打圆场 苏露 都是一家人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你作为成家的媳妇 这不都是应该干的吗 我冷哼一声 我可没说 要做你们成家的媳妇 城前脸色变了变 但仍强硬说 就算是又怎么样 你没结婚就有了孩子 除了我 还有谁敢要你 难道你还想让全城人都知道 你是个二手货吗 说完这句 城丽也阴阳怪气地说 就是 没结婚就怀孕 就够丢人的了 还站门口指着老公和大姑子骂 这要是在以前 早就成猪笼了 走 大龙 小龙 咱们进你舅舅家 话音刚落 身后的两个半大小子 直接窜了出来 争先恐后地往屋里头挤 我哪能让他们进来 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城前他们在外头一个劲地敲门 见我不开 居然还大呼小叫了起来 吵闹声 很快惊动了隔壁大妈 隔壁大妈是个老党员 平素最是热心肠 此时 她抄着个条肘就走了出来 都瞎抄抄啥呢 啥小鹿不让你们进门 小鹿人那么好 指定是你们的错 成丽趁机说 大妈 她怀了我弟弟的孩子 居然还要跟我弟弟离婚 你说她是不是不要脸 大妈一口谈吐在了成丽脸上 呸 小鹿就不是那样的人 肯定你们给她气瘦了 赶紧滚蛋 要不然我就报警了 我对着猫眼看热闹 听到顿时笑着说 大妈 赶紧报警说 有人强闯民宅 把他们都抓进去 城前最是要脸 听到要报警 只能兴兴地住嘴 但她仍旧威胁我 苏鹿 我倒数三秒 你再不开门 以后你就算求我 我都不会娶你 我冷哼 你算个什么玩意儿 三秒难 还想软饭硬吃 城前 咱俩完了 城前似乎真的生气了 大声嚷嚷 行 你记住今天这句话 我看你带着肚子 谁还肯要 说完拎起东西 就和城丽 兴兴兴地走了 临走时 城丽还故意 大声说给我听 弟弟 咱们走 等她带着肚子快升了 没人要 看谁着急 一直到城前 他们走远 我方才慢慢走了出来 我去谢了隔壁大妈 大妈扯着我的胳膊说 丫头啊 谁都可能看走了眼 你可不能因为一时的错 把这一辈子搭进去啊 我眼圈一酸 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没想到 一个不熟悉的邻居 居然都能比身边人更关心我 而我一直引以为依靠的男朋友 却一直都算计我 拿捏我 幸好 我在婚前止损了 第二天 我让我爸妈来接我 一起去医院做流产手术 爸妈一开始不太理解我的决定 但我将前因后果说完之后 我爸立马生气了 之前还觉得他人还算可以 除了抠一点 没啥大毛病 没想到 居然这么阴损 这样的男朋友 不能要 你就算不想分 爸也会让你分的 我妈则有些心有不忍 成钱是不能要 可这肚子里的孩子 也挺可怜的 要不你生下来 咱们家也不是不能养活 我却说 妈你就别想了 成钱那么个人渣 难道你还指望 列竹出好损 再说你信不信 他们就指望着我生呢 等生下来后 再过来明抢 白捡个孩子 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如愿 我妈听到这句话连连点头 终于不再想着 去赴刘子的事了 躺在手术台的一瞬间 我摸着平坦的肚子 心里头也未免有些酸涩 我问做手术的医生 医生 你说未出生的宝宝有灵魂吗 医生戴着绿色N95口罩 长着一双温和的眼睛 你现在肚子里的孩子 就只有绿豆芽那么大 如果你觉得绿豆芽有灵魂的话 那就有吧 刚刚一点 一梦瞬间消失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再次醒来 手术已经做完了 医生过来查房 细细致致地交代了 术后的护理事项 我这时才注意到 他居然就是我的高中同学顾简 他之前考学考到了南方 之后便许多年没有联系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又见面了 顾简早就认出了我 我还以为你都忘了我了 我笑道 哪能呢 当时你是全班有名的学霸 班上哪个人没超过你的作业 怎么可能会忘 顾简问 那你呢 你超过吗 我理所当然地说 那肯定的呀 顾简又说 那你怎么从不主动找我拿过作业 我愣了一下 顾简已经走过去 看另外一个病人了 有了顾简这个老同学的照顾 在医院的这几天 我过得十分舒服 顾简为人细心 不仅在茶房的时候认真负责 就连轮休的时候 也不忘过来看我 手中不是拎着亲手煮的汤 就是心洗好的水果 这态度 就连我妈都忍不住嘀咕 小鹿 你这个同学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我失笑 妈 人家就是单纯的同学情谊 你可别想多了 我妈却嘟囔说 没见过哪个男同学 能天天来看女同学的 不是有意思 难道是你妈眼瞎 我扑痴一笑 没有把我妈这句话当真 毕竟 我刚刚失恋 又失去了一个孩子 现在的我 实在没有谈恋爱的心情 住院的这几日 城前一直没有联系过我 朋友圈倒是经常发一些动态 不适合几个女同学聚会 就是约女同事出去看电影 活跃得不得了 有时候 还会发一些一由所指的朋友圈 曾经以为那棵树就是一切 现在才明白 我是为了一棵树 放弃了整片森林 朋友圈下 城里的评论则更加直白 地 以你这条件 找啥样都没有 咱不在一棵歪薄树上吊死 咱们村的小栗 前几天还打听你呢 人家又漂亮 又是大学生 要不你给个机会 我看了扑痴一笑 以城前这条件 我可不知道 城前是啥条件了 他最值得一提的国企工作 还是我托 我爸帮忙安排的 却没想到分手后 自己抖上了 那个安排工作的叔叔之前还说 最近有个外调的机会 回来就可以升职 考虑让城前去 现在看来也不用考虑了 我让我爸跟那个叔叔说一下 没想到我爸笑呵呵地说 丫头 我早就安排好了 他把你伤成这样 还想踩着咱们升职 不让他离职都算好的了 我笑笑 以他这样的人品和家人 没准过几天 就真得离职了 在医院又住了两天 我准备出院 没想到 临出院时 居然又闹出了一件事 这天出院 爸妈出去办手续 我换好了便服 抱着新买的鲜花和水果 到医生办公室找顾简 顾简一脸惊喜地迎了上来 可没想到 还没说几句话 身后突然跑过来 一老一年轻两个女人 一伸手 就将我手里的给夺了去 那年轻女人一张嘴 便哭得梨花带雨 顾简 你总是不接我电话 就是因为她吗 她有什么比我好啊 老女人也叫嚷着 一定就是这个狐狸精勾引的 顾简 你今天必须给奄奄个说法 否则我告你流氓罪 怕你蹲大牢 眼瞅着两个女人向我扑来 顾简将我护在身后 冷静地对二人说 薛阿姨 我和杜燕只见过一次面 那之后我就和杜燕说过了 我们俩并不合适 你如果再骚扰我的病人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从顾简身后也探出头来 就是啊 在这种地方胡搅蛮缠 小心我报警哦 说完立马拿出了手机 那个薛阿姨一见我要报警 气焰顿时消散了不少 但是仍然嘴硬 你说病人就是病人啊 就算病人 那也可能勾搭你 喂 你按什么按 不过就是一点小事 报什么警啊 说完就要冲过来 抢我的手机 此时 医院的保安也赶了过来 连忙将薛阿姨和杜燕围了起来 这时候 杜燕才知道害怕 抽抽耶耶地说 你一直都不理我 甚至还拉黑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知道你是觉得彩礼多了 那我不要八十万和一套房了 我就要六十 不 五十 五十也行啊 我听得简直瞠目结舌 见面一次就提到了彩礼 还一张口 就是八十万和一套房 我的个乖乖 杜燕和他老娘 是想钱想风了吗 那一瞬间 我鬼使神差的 又想到了城前 他俩一个捞女 一个抠男 真是离天生一对 就只差认识了 顾简根本没看他 只对着我说 我真的对杜燕没意思 也从来没和他主动 提起过结婚的事情 都是他主动提的 我听了连连点头 只是心里头难免奇怪 这不是顾简自己的事吗 光盯着我澄清什么呀 在保安的压迫之下 薛阿姨和杜燕最终还是哭哭啼啼地走了 顾简歉意地对我说 真是对不起 打扰到你了 在顾简的叙述下 我大概了解了原貌 原来 杜燕的妈妈薛阿姨 是顾简母亲 在跳广场舞时偶然认识的 那薛阿姨一听说 顾简是高材生 又是医院的医生 家庭条件又十分不错 便对顾妈妈特别殷勤 把自己家的杜燕 说得天上有地下无 想让两个人见个面 顾妈妈也是操心顾简的终身大事 便帮顾简一口答应了下来 可没想到顾简联系上杜燕之后 事情的走向便诡异了起来 第一次见面 杜燕主动选了附近最贵的酒楼 说要看看顾简的诚意 顾简本来以为只是两个人见面 没想到杜燕的亲戚 一共来了十几个 吃饭的时候 更是又挑剔菜色 又嫌弃顾简 没有带伴手礼 吃饭中间 更是直接在桌子上提出 要顾简直接拿八十万彩礼 还要一套全款房 写杜燕一个人的名字 一顿饭直接吃了两万多 顾简回去便向杜燕提出不合适 可没想到 杜燕和薛阿姨却死心不改 穷追不舍起来了 我白白手 你其实做得没毛病 不合适的就是要及时止损 要是像我这样的 那就有点晚了 顾简突然盯着我说 是你的男朋友不懂得珍惜 我愣了愣 他随后又说 苏璐 等你有心情谈了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我还来不及思考 爸妈就回来了 顾简再没有机会和我说话 只说了几句客套话 便离开了 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顾简 出院后 他并没有和我失去联系 而是经常在微信上嘱咐我 还会网购补品和水果给我 比当初热恋期的成钱 还要体贴一百倍 毕竟 当初的成钱嘴甜 但并不掏钱 相比顾简的默默付出 要差远了 更难得的是 当我和他仔细聊天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个学校的冷面校霸 和医院中的冷面男神 实际上却并不沉闷 反而和我还蛮聊得来的 他交友广 见识多 就连一些冷梗 都不会掉在地上 主打一个有来有回 我们去过很多同样的地方 看过同样的书 就连针对社会事件态度 都往往一致 这样的同步 让我几乎有种 遇见灵魂伴侣的感觉 心里也慢慢地开始松动 我开始考虑 顾简作为男朋友的可能了 这样的生活十分快乐 要说唯一不和谐的音符 就算是成钱了 这一天晚上 我正在和顾简吃饭 没想到 居然又一次 接到了成钱的微信 这段时间 成钱一直对我冷处理 只是一直用朋友圈炫耀 和各种美女的约会 现在 见我一直不理她 她估计是绷不住了 成钱发了两杯 靠在一起的速溶奶茶 猜猜谁在和我分享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不过 如果你向我道歉 再赔价个五十万 那我也不是不能原谅你 我笑得想死 阴阳怪气地发 这杯直之末奶茶值五十万 那我可真喝不起 眼看着成钱又要发飙 我笑着将她拉进了黑名单 见到顾简 因为成钱的事又皱起了眉 我突然心有所动 你那个烟烟 最近有联系你吗 顾简说 倒是不敢骚扰我 但她妈经常联系我妈 非要上门跟我妈说 我妈不同意 但也不好说绝 还挺纠结 我黑黑一笑 我倒是有个想法 这两个人不正是天生一对吗 等那个薛阿姨和杜燕 认识了成钱 估计就不会再理你了 顾简眼神迷茫了片刻 随后亮了起来 过了没几天 顾简便告诉我 她委托了专业媒人呢 为两个人牵了线 在梅人的口吻中 成钱是家境优渥的公子哥 杜燕则是条件极好的本地女 梅人还特地两边叮嘱 千万别把对方给吓跑了 又过了几天 我将成钱从黑名单放了出来 惊喜地发现她的朋友圈 已经更新了 最新的一条 两只交叠的手攥在了一起 女生手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 下面写着 真爱总在不经意间不期而遇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看来 这个成钱和杜燕的进度 还真挺快 经过顾简的事情 杜燕估计一开始 也不敢太夸张 只要了一枚钻石戒指 可她却没想到 成钱买的钻石 居然是假的 不过我也想说 一颗拉人工钻石 也得好几百 这个成钱为了追杜燕 也算是下了血本了 这两个人 一个敢要 一个敢骗 怎么不算是天造之河呢 他们相互消化 不用流失到相亲市场骗人 简直是太完美了 成钱似乎真的对杜燕很满意 不仅朋友圈里全都是杜燕 见到被我放了出来 还连忙跑过来对我炫耀 离开你 我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纯粹的女孩 人家条件好 还什么都不要 活该得到幸福 你这样的 就算抱着孩子来找我 我都不会再理你 我回 既然这样 那祝你幸福哦 既然人这么好 那肯定能给你房子住 也不在意 你把老妈姐姐 都接过来一起住吧 成钱没有理我 看来也是没想好要怎么办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和顾简的关系 彻底定了下来 两边父母见了面 意外的关系融洽 我们俩家是相当 也没有什么彩礼嫁妆之类的纠纷 很愉快地便敲定了婚礼的一英细节 定下来之后 我妈动容地抱了抱顾简 小顾 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觉得你是个靠谱的孩子 我失笑 妈 你是因为她是医生 所以才格外信任她吗 我妈摇摇头 我本来以为头一次见她是在医院 后来想一想 其实你高中时候 我就见过她了 我惊讶地看向顾简 却见顾简点了点头 那次你在操场上晕倒 医务室没开门 我背你去的附近医院 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的阿姨 我妈动容地说 当时下大雨啊 小顾身上几乎湿透了 却还能把塑料雨衣都裹在你身上 把你安稳地背到了医院 当时我就觉得 这孩子真好 我问 那我在医院 为什么没有见到你 顾简摸了摸头 后来其他同学和老师也来了 我衣服又湿 就走了出去 我突然问 你不会当时就暗恋我吧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只觉得你很好 会不自觉地关注你 可是等我真正想明白的时候 已经毕业了 一次后知后觉 换来两个人几年的错过 不过幸好最后 我们什么都没有失去 我和顾简的婚礼也很简单 摒弃了婚宴 选择了带双方父母旅游结婚 等完了一圈回来后 我和城前共同的朋友 突然打电话给我 苏璐 你听说吗 城前的婚礼 黄了 我一时失笑 他之前不是赌咒发誓的 要和那个杜烟在一起吗 怎么居然就黄了 我还以为 吸取了我和顾简的前车之鉴 两个人能相互欺骗着 走向婚姻呢 朋友说 城前不是之前在朋友圈 一直晒给杜烟买的包包和珠宝吗 还说买了什么88888的金镯子给杜烟带着玩 后来杜烟把包包和金镯子都拿到店里转卖 一转卖却发现全都是假的 包包都是广州白马市场来的水货 金镯子也都是烤漆的 全都露线了 那个杜烟也不是省油的灯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转卖吗 是因为他欠了几十万的信用卡贷 实在拆捕不过来了 这才需要转卖来还钱 听完这番话 我也算是彻底明白 为什么那个杜烟和顾简一见面 就要八十万的彩礼了 何这是要还婚钱的贷款呀 事情发生之后 两个人都发现 对方全都是假的 城前的房子是假的 钻石是假的 包包和镯子都是假的 杜烟的身世是假的 信用卡贷倒是真的 城前要跟杜烟分手 却被杜烟妈直接找上了单位 说要赔偿她闺女的青春损失费十八万 闹得城前都没法去上班了 后来听说城前赔了十万 才算是破财消灾 我听了忍不住笑得更大声 没想到两个人居然闹得这么热闹 我都要遗憾 没有在现场看了 正要再问多几句时 城前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 电话里头的城前软言细语 声音比之前柔和了许多 喂 苏璐 咱们儿子生下来了吧 既然孩子都生了 那我也原谅你了 咱俩一家人不记仇 你跟我回家 咱俩还是一家人 我扑吃一乐 谁跟你一家人 都过了这么久 你还没清醒吗 我干脆利落地挂断电话 顺便送城前一个拉黑大礼包 可我没想到 城前居然这么不要脸 第二天 我走到小区门口刚要出门 却看到城前领着城里 和好几个亲戚都站在门口 因为人多 周围的不少邻居也凑过来看热闹 一见到我 城前忙不迭地走过来 将手里拎着的粘巴苹果递给了我 小路 你就别跟我生气了 我看你一个人照顾儿子也不容易 要不这样 彩礼六万六就六万六 我给你打个欠条 结婚后一定还你 还不行吗 好吗 被杜烟敲诈了十万之后 城前这会儿想起给我六万六彩礼了 我按捺住内心的嘲笑 那你妈和你姐呢 结婚后还得跟着过来 城前看了看城里 勉强道 这些都好说 我妈现在还能照应地过来 先不过来也行 你要是不乐意让姐的孩子来常住 那就短住 短住也行 城里连忙补充 不过 你两个外甥可得挂你户口上 反正你们现在也不用学位 我们用用也没啥 对吧 城前也点头 我故意问 那房子呢 还得住我的房子 城前似乎觉得我态度有了缓和 语气也不自觉硬了起来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那边单向通勤就得两个小时 每天这样跑 谁受得了啊 那我还得辞职 我妈还得贴补二十万嫁妆 还得用我的三十万存款来养家 城前理所当然地说 你这话说的 我的工资不也是养家用的吗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谁的钱不都是一样啊 我忍不住笑了 行 我掏三十万存款 贴补二十万嫁妆 结婚后 你跟我住我的房子 减少你的通勤 你老妈将来还得我们照顾 两个外甥用我房子的学位 最后换来的 是我给你生个儿子 六万六打欠条的彩礼 以及你五千块钱的工资 这个婚结的 也确实挺直哈 一番话 让周围围观的邻居 也忍不住笑了 这小伙子 你结婚是一本万利 搞得我都想结婚了 这哪是结婚啊 这是把女方给当成许愿术了 城前被周围人 说得脸上挂不住 对我说 苏璐 都是一家人了 你至于跟我算计得这么清楚吗 现如今 你都生下了我的儿子 如果我不要你 你这个二手货还有谁敢要 我笑着说 我怀孕后这几个月不闻不问 现在数着孩子出生了 过来摘逃了 城前 你真打得一手好算盘 不过 你算错了一件事 那就是 根本没有什么生下来的孩子 还有 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听完我这句话 城前和他的家人 彻底傻了眼 城前一把拉住我 苏璐 你什么意思 我儿子呢 不知道男女都一口一个儿子的叫 这样的孩子 就算生下来 都会被你们的重男轻女给逼死 我冷漠地看他 再说 根本没什么孩子 你难道真以为 分手之后 我会冒着生命危险 生下你的孩子 再寒心如苦地拉着长大吗 城前 都是成年人了 少看点弱智偶像剧不行吗 城前顿时愣在了原地 城里也愣了一秒 随后 哇的一声扑了过来 你这个毒妇 你还我们老城家的歌来 我皱着眉躲开 眼睁睁地看着他摔了个狗啃屎 正在这时 保安也赶了过来 将城前等一群人都围了起来 城前此时终于反应了过来 对着我大喊大叫 苏璐 你陪我儿子 我淡淡地说 那根本就不是你的东西 陪是不可能陪的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去法院起诉我吧 本来以为城前闹一闹就算了 毕竟我刚刚结婚心情好 如果他就这么算了 那我也可以和他乔归乔路归路 可是没想到过几天 一纸传票还真的发到了我手中 我看了上面的信息都笑了 传票中 城前不仅起诉 让我赔偿孩子打掉的损失 居然还让我赔付恋爱期间的 所有支出 而那支出清单上面 详细罗列了恋爱四年 他对我的所有支出 从交过一次水电费 到买了多少杯奶茶 多少朵玫瑰花 全都详细罗列 最后一合计 一万三千八百七十五元 好家伙 为成钱花的那些钱 我都没放在心上 毕竟恋爱是双向的事 既然我当初看走了眼 就当作是沉默成本了 可我却没想到 他这个抠男 居然跟我算得这么仔细 就连买避孕套的钱 都有连写在清单上 他把自己当压了吗 正在这时 城前又通过陌生号码 发来一条信息 苏璐 我其实也不想走到这一步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和你现在的丈夫离婚 重新给我怀个儿子 过去的一切 我可以一笔勾销 我失笑 咬牙回复 你想得真美呀 说完 干脆利落地 又把他给拉黑了 第二天 我便找了相熟的律师 委托他帮我追回 恋爱期所有的支出 律师一听也乐了 你放心 我最擅长对付 这样的奇葩了 在律师的协助下 我很快准备好了 易英的证据 城前又找了我几次 就连他妈都打电话给我 让我不要和城前降 服个软还是一家人 被我全都对了回去 这人复合不成 居然还惦记小三上位 真是从人品到脑子 都不可救药 眨眼间到了开庭 开庭的时候 顾俭坚持过来陪我 我其实并不想让他 那么细致地感受 城前有多烂 但不得不承认 顾俭的到来 也确实让我心里 安稳了许多 而看着眼前 无论是相貌还是身高 都优于他的顾俭 城前简直 眼珠子都在喷火 一上法庭 城前立马声音沉痛地 对法官说 法官大人 你也看到了 我和苏璐四年恋爱 我付出了许多 可到头来 他却跟个小白脸跑了 他不仅背叛了我们的感情 还打掉了我的儿子 他实在是太过分了 所以我要求他 赔偿我所有的精神损失 城立忍不住在下面说 对 让他赔五十万 让他倾家荡产 我的律师站了起来 城先生 你并没有证据证明 我的当事人打掉的 就是你的孩子 更何况 当事人怀孕时未婚 本来就有决定生育的权利 做出何等决定 根本与你的权益无关 城前彻底傻了眼 台下的城家人 更是闹成一团 仿佛下一秒 就要上来打我们一样 法官制止了城家人的吵闹声 说 鉴于事件发生的时候 双方并没有法定配偶关系 女方即使怀孕 也有生育自由的权利 因此这个主张是不成立的 什么 城前傻了眼 凭什么不成立 他就是打掉了我的孩子 他看了看一脸坚定的法官 咬了咬牙 那就算这样 我要让他归还恋爱时 我的所有支出 这总行了吧 行呀 我乐呵呵地说 既然你让我归还支出 那我也列了一个清单 也请你归还一下我的支出 不过 我可没有你那么没品 把共同的生活用品 也算了进去 说完 律师便将我罗列出来的支出 呈了上去 我的支出单子 可不像城前列得那么机灵狗碎 但光前面几个大象加上来 就是城前的七八倍了 毕竟城前虚荣 我便经常给他买名表 提带 名牌运动鞋 和各种电子设备 光是手机都买了三个 所有的全都加在一起 居然一共有二十多万 我自己算出来的时候 都不禁骂自己傻 城前耿着脖子说 法官 他这些都不是真的 他骗人 法官看了看律师呈上来的证据 每一项都有聊天记录 和相应的支出证明 证据属实 城前彻底傻了眼 声音突然变得谄媚 小路 其实我都是和你闹着玩呢 再怎么说 咱们俩四年的感情 也不是假的 你不会真的因为一时玩笑 就让我还钱吧 我冷哼 法官大人 他说诉讼我是在闹着玩 他这算是蔑视法庭吗 城前慌忙摆手 我可 我可不敢啊 我吃笑道 不敢就对了 那就还钱呗 最后 在法官的认证下 城前对我提出的大部分支出 都被认定为共同支出 我对他提出来的 则被法官要求现实归还 离开法庭 城前犹如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在不付之前那样的趾高气扬 他看到我 突然扑通一下 跪在了我面前 小路 我真的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家里头没钱了 要是还这二十多万 要倾家荡产的 我居高临下地看他 怎么 有钱赔杜烟的敲诈费 没钱 还我的钱 成钱 有求我的闲功夫 不如多跑点外卖 毕竟努力不会骗人 对吧 顾简走在我身边 伸出手臂 搂住了我的腰 晚上想吃什么 老公回去做 我笑眯眯地在他脸上轻轻一吻 只要你做的 我都爱吃 后来 城前拖拖拉拉好久 才把二十多万的财物 全都归还回来 从他手中 拿到最后一块表后 他看着我的眼神 简直要拿刀子捅我 苏璐 你这样恶毒的女人 就算结婚了 也没有好日子过 我笑眯眯地 将那块表挂上了咸鱼 我的将来不用你说 但我却知道 你现在就没好日子过了 再后来 听说城前在工作上出了错 被单位炒了鱿鱼 他铤而走险去赌博 结果连郊区的房子 也赔了个金光 再到后面 他的事情 我就再也没有了解了 他这样的男人 又自私 又恶毒 是不可能过上好日子的 而我和顾简的幸福 还在前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槍角参考